美国海军陆战队证实正在换装的新一代ACV轮式两栖装甲战车存在故障 目前已经列装的54辆该型战车全部暂停进行水上行动 直到问题被解决 这也该战车自服役以来第一次全面停用 该战车由BAE系统公司研制 于2020年10月首次交付美国海军陆战队 又于替代上一代老旧的AAV两栖突击战车 另据防务一号报道 在发生两栖突击战车事故后 斯坦格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在尽可能安全的条件下进行训练